大家好,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耐克尔最近的这个Vaporfly和他新出的Alphafly近穿的这个风波 这个风波呢,主要是起源于吉普小格普尔的挑战,对吧 然后耐克尔新推出了一系列的鞋,从4%啊,Next%啊,到去年吉普小格真正普尔挑战成功的时候穿的那个Vaporfly Next%这双鞋 然后从吉普小格这些挑战呢,之后呢,这个鞋在市面上就开始流行开来 不管是职业的运动员,还是业余的运动员,很多人都穿着这双鞋去比赛 然后从而呢,取得了很好成绩,有一系列的研究和报道 然后就是说啊,说这个鞋确实是在比赛中提供了一个别的鞋无法比拟的这么一个就是优越的这么一个优势 然后所以呢,就很多不是耐克签约的运动员,或者平时不喜欢耐克的这些业余跑者呢,就集体吧 但是主要像国际天联抗议的话,还是应该是这个行业里边其他的厂家和专业运动员 那这个业余的运动员呢,也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就说,你们穿耐克,然后你们跑的就这个快 你们根本不是因为训练,所以跑的比我快 你们就是因为装备上有优势,所以你们取得了比我更好的成绩 这个东西是不公平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调查研究探讨吧 国际天联最近也是出了一个一个一个规定 对这个运动鞋呢,进行了一系列的规范 这篇文章是这个Runner's World在1月31号发布的这么一篇文章 文章里呢,这文章题目就说 Vipper fly shoes avoid complete ban by the world athletics World athletics,这学了一个这个英文哈 英文单词,World athletics就是国际天联 之前总以为国际天联应该叫什么 international track and field,什么association类似这种 然后其实不是,国际天联就叫World athletics 这篇文章中就说了,说这个 讲了一下国际天联最新的这个规定 和这个Nike这个Vaporfly,Vaporfly就是在市面上已经 从去年开始很多人在穿的这双 呃,荧光绿荧光粉和这图片中 你看的这个荧光粉,这就叫Vaporfly 呃,说这双鞋为什么可以躲过国际天联的这个制裁啊 呃,他首先讲呢,就是说国际天联新的规定 就是说,呃,这个鞋的中底啊 不能超过40毫米,40mm 或者呢,这个鞋里边不能有多于一块的这个plate plate应该就是碳板 因为这个plate材质说起来也是五花八门吧 但是反正大家通俗理解 就说不能有超过一块的碳板 然后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 他你,就是你从4月30号开始啊 你这个鞋用于比赛这个鞋 必须是available for retail market 就是必须是在市场上发售的 然后是要提前多久发售呢 是4个月之前就要发售 就是说,我比如说奥运会的时候是8月份 那我4月份这个鞋就应该已经在市场发售了 而且呢,就是说你不能穿这种没有面试的这种鞋去比赛 没有面试鞋,他在这个禁令里边就叫Prototypes这个鞋去比赛 那就是怎么先说这个Vaporfly的故事 Vaporfly Next Percent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图片里那双去年已经上市这个鞋 就说呢,他这个鞋的前掌的厚度大概是32毫米 然后他平均的厚度是36毫米 所以他就是躲过了这个40毫米的这个禁令 而且呢,他这个里头只有一块 只有一块这个碳板 然后也是符合禁令里边说的这个一块碳板的这个要求 这篇文章发布的时候 他们就在怀疑说这个Alphafly 就吉普小格去年破二穿的这双就应该躲不过去 因为他们这个业界都觉得这个鞋的底儿肯定是厚过40毫米了 而且呢,他们都估计里边应该有三块碳板 这个网上也是流传了很多图 就比如说这张图看起来这个鞋底儿就巨厚 然后这个里边说标的粉色的这个是碳板 就是这有一块两块三块三块碳板 所以他们坊间传言的这双鞋就像这个一个弹簧一样 所以能给你提供很多很多的帮助 但是实际情况是怎么样呢 看一下这个当天比赛的这个照片啊 吉普小格的这个照片 大家可以明显看出来几块碳板说不行 但是最起码它这个气囊啊是只有一个 那看起来好像是可能会有两块或者三块碳板 但是这个东西从这个照片上也确实很难讲了 然后这个文章里边就还说呢 说 为什么 这个这个禁令会会会有这个禁令呢 就是他们说就要追溯到可能2016年呃 礼约奥运会的时候就说他这里边说有一个运动员啊 他平时一直跟呃这些耐克的运动员 比如说比较呃知名的什么 就是跟他们一块去这个训练 然后呢结果呢 这家伙他是可能可能是一姑娘 我也我也不是特 好像是一姑娘 对这姑娘呢 她是穿Sketcher这个鞋的 然后结果呢 在这个真正的比赛的时候 就是这个OTQ Olympic Trail这个比赛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耐克的运动员就穿上了一个一双鞋面长得非常像当年的90s track 但是鞋底就已经有一些这个后来4%这个意思的这个这么一双鞋 是这只鞋呢是没有对呃市面上发售过的这么一双 像上文提到叫Prototype的这么一双鞋 所以呢这个这个姑娘就觉得非常呃不公平 而且呢就是市面上这种Prototype的鞋 其实呃很多运动员不光是耐克的运动员 就是别的签约品牌呃的运动员也都在穿 比如说2018年波士顿马拉松女子的这冠军 这个 Dissary Linden 我这个英语不好可能名字读的不对啊 但是就是反正这姑娘她也穿了一双Brooks Hyperion Elite 这么一双鞋里边有一块碳板 然后可能有比较先进的这种发炮的材料 然后这双鞋也是没有对呃市面上发售的 但是呢这双鞋在今年2月27号 这个今年美国Olympic Marathon Trail之前两天也会在市面上发售 这看来也是为了应付国际天联的这个规定哈 那后面就讲说为什么你要限制这个中底的厚度啊 就大概就说这个中底是能给你提供很大的优势 然后说是不是这个Vaporfly真的非常有效啊 那回答就说确实很有效 帮助了大家 就是去年华尔街日报吧 他有一篇文章然后文章就是选取了Strava上很多这个运动员 业余运动员 然后看他们成绩提高 然后看他们穿的什么鞋 然后发现Next%和4%对你成绩提高 确实是非常有帮助的 这是1月31号的这么一篇文章 那昨天也就是2月5号的时候 马上就又有一个消息出来了 就说怎么这个耐克呢 不光Vaporfly Next% 就包括吉普小格去年 普尔穿的这个Alpha Fly Next% 也躲过了国际天联的这个禁令 然后耐克紧接着就算是发布了这双鞋 这个页面是在耐克官网上的 可以看到吉普小格穿着这双鞋跟他的这个训练团队 然后大家笑都很开心啊 是不是因为跑得越来越快了 穿着这个鞋 他里边就讲 那说这个鞋呢 就是耐克的创新啊 然后吉普小格穿了呀 然后就怎么怎么怎么好吧 对吧 可以帮助大家打破这个Personal Barrier 就自己的这个障碍 帮助大家跑得更快 然后他也就是有一个 就说详细解释了一下说 这个这双Next% Alpha Fly Next%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系统 从鞋底 然后他说这有一块全脚掌的碳板 只有一块啊 只有一块 他说只有一块 所以这个是符合国际天联规定的 然后呢 像之前的4%和Next%一样的 他都应用了这个Zoom X 这个缓震科技 然后此外呢 今年呢 在这个Zoom X的基础上 他又在前掌这 加了这一层的这个Zoom Air Pods 就是你可以看见的这个 这个这个Zoom Air的缓震气垫 他说呢 就说增加了缓震 然后增加了你的这个能量的回弹 就大概做了这么一个发布 然后说这个产品会在2020年上市 然后在今年的2月29号 也就是今年美国 Olympic Trail的当天 他会再做一个少量的发布 针对这个耐克 Plus的这些会员 会做一个少量的发布 听起来就像去年 他发布这个 Vaporfly Next%一样 在4月底 他做了一个小范围的发布 就是大家 都是大早上起来 在这个APP上去抢这双鞋 结果都没有人抢得到 然后大规模发布 是在夏天 大概七八月份的时候 才发布 然后保证大家 都能拿得到这双鞋 所以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随着这个Alpha Fly Next% 一起发布的呢 还有这个Zoom Temple Next% 这双鞋 这个现在传说 就是会接替现有的Picsus Turbo 这个系列 然后就像之前Picsus Turbo 对比这个Vaporfly一样 就是它中级的缓震科技 都是一样的 都是用Zoom Fly 然后在这个新的这个 Air Zoom Temple Next%上面 也会有这个可见的 这个Air Zoom的气囊 但是不同的就是 在这个Tempo上面呢 它不像Alpha Fly上面 就是Tempo上面 是没有碳板的 这是区别 然后与此同时 还有就是那种 在塑胶跑道上的钉鞋 也一同发布了 当然那两款 我们其实普通的 作为业余的Road Runner 很少会接触到 这里边就不跟大家细讲了 然后这个Runner's World呢 就在昨天又发了一个文章 然后就说 就讲一下Alpha Fly Alpha Fly Next% 就是被推出了 然后它躲过了禁令 大概就是说呢 它这个鞋呢 比如说啊 根据这个禁令 禁令是限制中底厚度 超过40毫米的鞋 然后这双鞋的中底 只有39.5毫米 这就非常有意思了 你就不知道这个鞋是 这个40毫米的禁令 是怎么来的 是不是那一刻 成功游说了国际天联 所以国际天联 就这个发了一个40毫米 然后实际上 耐克这个只有39.5毫米 就是具体的故事 其实你仔细想想 是非常值得玩味的 然后耐克就不知道了 他们这个 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还是耐克也没有游说 但是现在是不是就幸灾乐祸 说嘿 这个老子现在成功的 把你这个规则都绕出来了 之前放出的这些什么图啊 都只是我的烟幕弹 你以为我有三个碳板 其实我还是只有一个碳板 你以为我这个超过了40毫米 实际上我这没有超过40毫米 等等等等 不知道这背后的故事 是怎么样的 但是看这个结果 其实39.5毫米 versus40毫米 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 这篇文章后面呢 就是也大概讲了讲 说有什么样的科技啊 这个鞋的鞋面也不一样了呀 然后 就是包括其他的 反正就是 大概介绍了一下吧 其中提了一句说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他说 but Nike is also working to make that shoe legal 所以这个还是 背后的故事啊 还是非常值得玩味的 先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 网上很多的这个跑友 就非常关心价格 我看国内的公众号底下 有人留言说啊 这个鞋会发售到什么3000多 4000多 4999什么的 就像卖苹果手机一样 卖到这么一个价格 但是 这边业界呢 就是 可能有这个消息灵通人士吧 他们还是 就是估计啊 预计啊 这个鞋 的这个 Prestag 这个价格 大概还是 会跟之前Vaporfly 系列差不多 应该是在这个 零售价 250美金左右 然后 这个Renner's World呢 他也说 他们自己可能 马上会 最近就是拿到 一双这个鞋 然后到时候 他会 被大家推出 评测 然后 可能是不是会把这个鞋 切开 看一看 这个就也不知道了 综上所述 这双鞋 现在没有被禁 然后 也是 让很多 就担心受到道德困惑的 这个业余跑友啊 呃 这个 尝述了一口气 呃 同时呢 大家也都非常期待 这双新的鞋 所以 呃 我呢 也是非常 期待这双鞋 也非常期待 这双鞋的价格呢 不要 比 以前 贵很多 而且我也非常期待 我在2月29号 能早点 率先 抢到这双鞋 如果我能顺利 抢到的话 我会 第一时间为大家 推出我的评测 然后当然呢 如果我能顺利抢到 如果这双鞋 我穿着 非常对我的脾气的话 我也希望这双鞋 在我今年 这个 我的破三道路上 能助我 一臂之力 好吧 今天 这个具体的情况 呃 就为大家介绍在这里 你可以看 这Runner's World 网站上 上面的广告 就已经说了 这个 Nike AirZoom Alpha Fly 90% has been announced 所以这个真的是 这个昨天的一条大新闻 呃 好 那今天 就说到这儿 呃 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 欢迎你跟我 呃 在底下 评论留言 跟我互动 然后欢迎你 给我点赞 欢迎你把我的 视频分享 给你其他 喜欢跑步 喜欢跑步鞋 喜欢跑步装备的 小伙伴们 那正在收看 我视频的小伙伴们 你今天跑步了吗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